在全年前总裁徐冲仁的带领之下 台湾美化协会及南洋美学基金会 动员了美化制供给会员 还有七显国小全校的学生一同齐聚在宜兰运动公园 响应环境美化活动 为本周六宜兰县即将办理的 国际马拉松赛事的场地来做整理 活动最主要是把环境弄干净 然后尤其是我们即将在宜兰有一个马拉松 所以希望说把这个环境做好 之后能够给大家有一个对宜兰的一个好的印象 我想这个活动希望说能够长久的不断的去延续下去 把这个好山好雪的宜兰能够让大家刮目相看 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能够让小朋友从做中学学习到凡事要彻底 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 那也希望从小就让小朋友练习到 从小去养成这个好的习惯 那将来长大之后呢 才会成为社会上一个认真学习的一个一份子 而在出发之前大家一起来 舞动身体活动筋骨暖暖身至 随后上百位人员拿起了哨把以及本机分批出发到各点展现环境的清理工作 要与最干净整洁的一面迎接全国到来的马拉松朋友 并借此让七险国小的学生们学习懂得感恩以及谦卑的心 并从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亦然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